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进入了星盖宁语第三册的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的二十课书明显从长度比低单元的二十课又略微长一些 而且难度也略微有一个提高 句子复杂性也略微提高一些 但是我们如果前二十课书仔细跟老师学完了 而且仔细复习落实了 我们应该不会发现一个难度的明显的跳升应该是平滑过渡的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我们先来看第二单元的第一课书 就是Lesson 21 Daniel Mendoza 这是一篇传记性质的这么一篇文章 像往常一样 我们先打开书106页 来看一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Open box at page 106 106页 跟老师把生词和短语大声读一下 动作快些 106页 Now read Ask Me Boxing Boxing Boxer Boxer Bear Bear Prizefighter Prizefighter Crude Crude Marquis Marquis Finally Techn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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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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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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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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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ke Alike Fame Fame Fame, Eminent, Eminent, Bitterly, Bitterly, Bet, Bet, Academy, Academy, Extravagant, Extravagant, Poverty, Poverty 好,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明显的生词也更多一些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颗书中比较重点的一些词汇 首先第一个重点词,我们先看一看拳击运动这个词 跟老师先大声再读一遍 Boxing 好,这个词我们叫拳击运动 这个在本文中是个重点词多次出现 那么它的相关词我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比如说本文中出现了拳击比赛 我们大师先读一下 Boxing Match Boxing Match 还有本文中出现了拳击手套 手套一定是两只 所以后面一定用复数 那我们大声再来一遍 Boxing Gloves Boxing Gloves 不要读Glove 读成Glove Glove 再来一遍 Boxing Gloves 这是表示拳击手套 还有呢 本文中还出现了拳击台 注意在这里面这个ring不是戒指 表示拳击台 拳击场地 我们大声再来一遍 Boxing Ring Boxing Ring 这是拳击台 一会在课文中会碰到 还有本文中出现了拳击手 这个声词我们顺便同时记住 拳击运动员 大声再来一遍 Boxer Boxer 同样的英国人会弄了Boxer Boxer Boxing 美国把Or 变成R 确实更好读一些 那本文中还出现了这个古代的职业拳击比赛和古代的这些拳击手 古代的那些拳击比赛呢是不戴拳击手套打死为止的 野蛮的拳击比赛 这个已经看不到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古代的拳击赛 Price Fight Price Fight 这个好记 他们就为了这个Price奖金而比赛 然后古代的拳击手 我们再来一遍 Price Fighter Price Fighter 这古代的拳击手 就不戴拳击手套这种 可以跟他同时记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拳击比赛里的裁判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efere Refere 表示比赛的这个裁判 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词 拳击运动相关的词汇 咱们放在一起记住就好了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赤裸的 没有遮蔽物的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Bear Bear 好记了 这个赤裸的没有遮蔽物的呢 指人指事物都行 我们先看看一些复合词 你看这些词呢 都是复合形容词指人 第一个叫做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Bear-headed Bear-headed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能够说 这是不是秃头的 这不是秃头的 它表示没有遮蔽物 所以这个词翻译成 没有戴帽子的 光着脑袋没有戴帽子 而不是没有头发 但是那么说评书呢 也说光头 这种光头没戴帽子 就是用这个词 没有戴帽子的 三两遍 Bear-headed 好记了 再读后面这个词 Bear-chested Bear-chested 这个大家猜也能猜到 就光着膀子 坦胸路怀的 坦胸路怀 光着膀子的 可以用它 还有很多呢 你像光着腿的 我们大声来面 Bear-legged Bear-legged 还是表示没有遮蔽物 这个呢 就光屁股赤身露体了 因为后面那个ass 可以表示屁股臀部的意思 我们再来面 Bear-est Bear-est 就光屁股 光屁股就赤身露体 可以复合词同时记录 那么这个Bear这个词 还有更多的一些用法 你看它不一定是指人 指事物也行 没有遮蔽物的 你像看一个名字 Bear-floor 表示没有铺地毯的这个地板 地板是光溜溜的 上面没有地毯覆盖 没有遮蔽物 那我们再来面 Bear-floor 还是这个意思 后面这个Bear-mountains 这个咱们猜也能猜到 一定是荒山野岭 光秃秃的山 上面没有植被来覆盖 荒山野岭 可以这么来说 总之大家看到 是没有遮蔽物的 咱们可以用这个西红词 叫Bear 那么同样 我们还有些习语 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你看有一个固定搭配 叫Wisp-wise-once-bare-hands 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光着手 而表示赤手空拳 没有带任何武器的 叫Bear-wise-once-bare-hands 在这借词段 一看套状元来用 做某式赤手空拳 没有拿什么刀枪剑 辅一勾差 这个东西 赤手空拳的 你比如说 武松 killed the tiger with his bare hands 武松赤手空拳 将猛虎打死 就好了 这别翻译错 不是赤神裸体 那打不死老虎了 就赤手空拳 没有拿家伙 把老虎打死了 这是赤手空拳的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总之看到这个Bear 是个重点词汇 但跟它类似的 还有好多好多 比如说表示赤裸的 这个还有一个常见词 但这个词 我们一般不止事物了 一般都指人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Naked Naked 也是表示赤裸的 但这个词一般不止事物 一般都修饰人 我们看例子 He was naked to the waist 这也是表示 这个人打着赤膊 他赤裸一直到了腰着 肯定从上往下 不可能从下往上了 一直赤裸的腰着里 说明这个人光着膀子 打赤膊 可以这么说 那还有个固定搭配 叫做Naked Eye 叫做裸眼 什么意思呢 就没有任何 这个借助光学仪器的 没有戴近身眼镜 没有拿望远镜 显微镜这种 叫裸眼 或者裸式 固定搭配 我们再读一下 The Naked Eye The Naked Eye 所以这个词 一般是修饰人了 那还有一个词呢 也是指人 但这个词一般都是指全裸体的 你看这Naked这个词 不一定是全裸的 但是这个词一用的话 一定是全裸体 一丝不挂的 我们再读一下 Nude Nude 赤身裸体 一丝不挂的 我们看例子 She once posed nude for a magazine 这个女人曾经为本杂志拍过裸照 你看这个pose呢 可以表示拍照片 摆一个pose 摆姿势 Nude表示赤身裸体 一丝不挂的 他为杂志曾经拍过裸照 但记住Nude这个词 一定是指人 而且一定是全裸的 而这个Bear呢 指人指事物都行 Naked一般指人 它未必全裸 所以这几个 确实很讨厌 用的场合注意 把它区分开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咱们看到这 下面我们来看看 这个贵族的一个头衔 就是侯爵 这个在前面咱们讲过 今天是复习了 我们大声在里面 Marcus Marcus 这公猴博子男 里面那个侯爵 侯爵仅次于公爵 地位也是蛮高的 那我们复习一下 这个公猴博子男 这几个等级 第一个 就是这个公爵 我们在小说中 可能会碰到 尤其是历史小说 那我们大声读一下 Duke Duke 当然英国人 会读中Duke 美音中都是Duke 把前面那个E去掉 那叫Duke 或者Duke 都行 再读侯爵 Marcus 然后呢 不读伯爵 慢慢来 Earl Earl Baron 公猴博子男 里面的一个男爵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 他们都属于贵族阶层 那么相关的词汇 我们可以同时记住 贵族阶层 这是个集合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慢慢来 Aristocracy 再来一遍 Aristocracy 这都表示贵族阶层 尤其当年英国的贵族阶层 在当代呢 我们很少用这词了 确实历史上经常会出现 然后呢 这是贵族阶层 如果表示一个两个的贵族呢 这个未来在22克会大量出现 咱们先看一看 这几个都可以当可数名词来 一个两个的贵族 一位贵族 我们大声来 Aristocrate Aristocrate 跟那个Aristocracy 可以同时记住 这是表示一个两个的贵族 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重音可以在前面 这么多一行 Aristocrate Aristocrate 这个发音一般在英联盟国家 用的更多一些 还有后面两次也是指贵族 都行 慢慢来 Noble Noble Nobleman Nobleman 这个也行 是表示一个两个的贵族 那相关的咱们再看一看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对贵族 这个勋爵 他们的这个尊称 头衔 就是在他名字前面的尊称 一般我们就用Lord这个词 我们一会儿在文章中 在我们的第二十一课里面 就会出现这个词了 你看在我们106页的第十八行后面 106页的十八行后面 出现Lord Byron 拜伦勋爵 说明拜伦这个人本身是贵族 贵族有的资格 在名字称为前 加Lord表示 是别人对他的尊重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Lord 当然英国人会说Lord Yes my lord 可以这么说 但美国人变成Lord 这个称为也行 但我回顾一下 这个sir放的名字前面是什么意思 大家能回忆起来 就是表示我们说的那个爵士 爵士是国王册封的 他并不属贵族 贵族一定是国王的亲戚 跟国王瞻亲待故 有贵族的血液 而这个爵士 一般是立些功劳之后册封的 他的名字前面有资格加sir 也是个尊称 但地位很明显 没有贵族那么高了 他并不是贵族 还是平民阶层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sir 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十四课 就是66页的第六行 出现过这个名字 sir John Hockwood 约翰霍虎的爵士 在这个课书 曾经出现过 顺便当常识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这个有心知识 有复习 好 这个重点词 就要看到这 下面又出现一个 特别重要的词汇 而且非常容易翻译错 好多咱们那个电影 字幕里面 这个单词都翻译错了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度一下 注意 像下楼梯一样 最高 像下楼梯一样 慢慢来一遍 technically 你看由高至低 慢慢来 再来一遍 technically 好 这个副词可以表示 技术上或者是技巧上 技术上技巧上 是它本来的含义 但是本文中出现了它重要的一个派生意 就是严格地说 其实生活中 表示严格地说 比技术上技巧上这个含义 还要常见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意思 造成很多人翻译错了 我们先看技术上技巧上的一些例子 technically brilliant pianist 一个技术上非常娴熟 非常非常卓越的一位钢琴家 pianist 叫做钢琴家的意思 技术上非常出色 非常棒 叫technically brilliant 用副词来修饰这个形容词 这是技术技巧 再看一个完整的句子 it is technically possible to produce a human being by cloning 经常出现这么一个搭配 又是副词 修饰形容词 technically possible 什么意思呢 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可能的 前面这个it是形式主语 后面这个to do是真正主语 什么是可能的呢 那么通过克隆技术来制造出一个人 复制一个人 在技术上已经能做到了 但是我们认为有伦理道德问题 所以不能真正这么操作 但确实技术上已经能做到了 只在技术上技巧上 只用这个搭配 但是我们看到重要的派生意 就是严格的说严格的讲 就精确按照字面的定义 按照法律定义来说 严格的说严格的讲 这时候这么习语 既可以单独用副词technically 也可以后面加上speaking 都行 我们大声那边 technically 再来一个完整的 technically speaking 这个不能翻译成从技术上说 而是严格的说 即便没有speaking这个词 单独用它 也可以表示严格的说 它还有一个 孪生兄弟 这也是表示严格的说 但是这个词后面 必须加上speaking 我们也经常见到 我们大声那边 strictly speaking strictly speaking 大家发现这个呢 一般翻译不错 因为这个strictly本身 就是严格的 刚好放在一块 严格的说 这个一般翻译不错 好 这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下面我们看一个 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看看这句话里面 怎么翻译 technically the whale is in a fish technically单独使用 就可以点严格的说 本文中呢 有语境 确实是严格的说 严格的说怎么样呢 鲸鱼其实并不是鱼 注意 the whale不是那条鲸鱼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没有上下文嘛 单独出现 单数可数名词前 加定个词the 可以表示类别 它跟附属名词是一样的 你像美洲诗 这个类别 可以用pumas 也可以用the puma 甚至用a puma都行 所以这个范指鲸鱼了 isn't a fish 鲸鱼不是鱼 鲸鱼呢 其实是浦路东 对吧 这个speaking加上也算对 我们再看 strictly speaking一样 strictly speaking the spider is an insect 严格的说怎么样呢 蜘蛛其实并不是昆虫 这个到了第四册 咱们会学到这个知识 四册的第二课 李老师会讲到 这蜘蛛啊 它有八条腿 昆虫最多呢 是六条腿 所以蜘蛛并不是昆虫 严格的说 strictly speaking 跟这个technically technic speaking 意思是一样的 叫严格的说 特别是这个technic 单独使用的时候 记住 有严格的说 这个重要含义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呢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特别重要的词汇 就是我们看这个重点的名词 表示流行 普及 在本文中 是个重要的派生意 就是名望 或者名声 这两个意思都行 都很常见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opularity 再来遍 popularity 它本意可以表示流行 或者是普及 派生意呢 表示人的名声 或者名望 这都可以 咱分别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organic food organic food 现在很流行 就有机食品 没有公害的 有机食品的 渐渐的流行 increasing 就是越来越多的 慢慢慢慢流行起来了 这是流行 普及 大家都喜欢这个东西 那么同样的 它指人的话 可以表示 这人的受欢迎的程度 就是他的名声 名望 名气 你看 the president's popularity has declined considerably considerably 大家还记得 相当多的 很大的 很多的 总统的名声 已经大幅度下降 总统的受欢迎程度 名声名望 已经巨幅下降 可以用它 所以记住 既可以表示 普及流行 也可以表示人的名声 记住 都可以用它 那我们知道 它来自哪个字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它来自于形式popular popular这个词 可以表示流行的 或者表示受欢迎的 都行 流行的 或受欢迎的 它有一个常见的 一个做表语的搭配 叫做be popular with 或者be popular among 表示受到了某些人的欢迎 受到了某些人欢迎 你说 比如说 它很受到孩子们欢迎 she is very popular with children 在孩子堆里 特别吃得开 这个也行 咱们看一个例子 这是咱们在走遍美国中 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大概看一看 它是怎么说的 这是祖孙二人的一个对话 第一个呢 这个爷爷说了 she was in love with Donald McGrath the quarterback on our football team 他当时爱上了 我们这个Donald McGrath 这个人 他是我们这个 橄榄球队的一个四分位 注意这个football 在美国人说是美式足球 就橄榄球了 quarterback是里面一个重要位置 就是四分位 然后呢 这个小孙子就说了 他说 football players are always popular with the ladies 那么橄榄球运动员 总是受到女人的欢迎 又壮又帅的这个样子 be popular with 是受到某些人欢迎 咱们的片段再看一遍 再听一遍看第二遍 能不能听得像中文一样 she was in love with Donald McGrath the quarterback on our football team football players are always popular with the ladies 这是be popular with 表示受到了某些人的欢迎 可以用它 没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进一步来看 表示名声名望名气 意思这个词汇特别多 本文中还有另外一个生死中的词汇 可以给它同时记住 就是一定做包义词的这个词 大声来读下 fame fame 这个词也是名声或名望 但是一定是表示好的名声 不能用贬义词来限定它 一定是好的名声 你看我们经常有这么一个搭配 叫fame and gain 就是名和利 all he thinks about is fame and gain 这个人成天想的没有别的 就是名和利 这个fame是名声gain 就获得的东西 就利益呗 名和利 为什么这两词放在一块呢 这两词是押韵的 fame gain 从口型类似 这构成固定搭配 跟它类似的 还有很多 我们都是做包义词来用的 注意不能贬义词修释 就是renown 还有celebrity 都可以表示名声 名气或名望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enown renown 再看下一个 celebrity celebrity 一会儿在课文中看到 celebrity这个词 还可以表示名人也行 尤其是什么影视圈的 体育界的 什么刘翔啊 什么那些大明星啊 这些名人 也可以用celebrity 但是作为名气 名声也行 但是这三个词我们记住一定表示好的名声 好的名气 不能用贬义词来限定它 这个把它记住就好了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中性的 名声名气 好坏都行的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词同时记住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name name reputation reputation 都是常见词 这两个词呢 我们指好名声 坏名声都行 中性词 好坏都可以 咱们看一下例句 比如说 the restaurant has a very good name 或者very good repetition 这个饭馆呢 名声特别好 用good修饰可以 中性词 但也很名声特别糟 对吧 the restaurant has a very bad name or very bad repetition 这个饭馆名声特别糟糕 名声呢 特别不好 特别难吃 这饭里有沙子有土有粑吧 对吧 咱们都不行去了 名声很糟糕 这是中性词 好坏都可以的 好 把它同时记住 那同样的 我们再看看一些 相关的这个形容词 就是大名鼎鼎的 著名的 这些词汇 我们把熟悉的不熟悉的 放在一块看一看 这几词都可以表示 著名的 大名鼎鼎的 大家都知道的 著名的 而且一般呢 多带有褒语词的含义 著名的 一般都是好事 我们分别大声读一下 Famous Famous Well-known Well-known Renowned Renowned 咱们看的Renowned 就是把刚才Renowned 从我们家异地了 对吧 再往后走 Noted Noted Notable Notable Legendary Legendary 注意这个Legendary 不但可以表示 传奇的 传说中的 也可以表示 著名的 名声很大的 也行 这几个词 可以当做 近一词同世纪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66月的最后一句话 第14课里面 66月最后一句话 就出现 Notable 注意不要翻译成 值得注意的 就是著名的 跟Noted 跟Famous 是一样的 The most valiant soldier and the most notable leader seener Girwani Hokudui 最骁勇的战士 还有最著名的领袖 Girwani Hokudui先生 在这 Notable 跟Famous一样 是著名的 这个容易翻译错 再看一个容易翻译错的 我们看一看 第146月的第九号 146月第九号 这是第30语课的片段 叫做 He was known to us all as Dickey And his eccentricity had become legendary long before he died 我们大家都把他叫做迪基 毕竟他的这个 Accentristic怪癖 在他死以前很久 早就很有名了 在这里面 著名的 有名的 Legendary 不是传说中的 注意这是多一词 这个注意翻译 这是表示 有名气的 跟他类似的 还有好多 比如大名鼎鼎的 名气更大一些 那么这两词呢 就总含义更夸张 大名鼎鼎的 我们大声在里面 Celebrated Celebrated 非常好记 不就刚才那个名声 Celebrated 把他变成形容词了 再看后面这个词 Eminent Eminent 也是非常有名气的 非常杰出的 这个词一会儿到课文中 我们就会碰到 这两词可以同时记住 大名鼎鼎的 但如果要是表示臭名昭著的呢 恶名昭彰的 咱们还有 我们先看看这个 Eminent的一个例子 这个词就出在本文中 第十二行 就106月的第十二行 它出现了 The most eminent boxer in England 当时英格兰最有名气的 一位拳击手 最有名气的 最大名鼎鼎的拳击手 可以用它 那么反语词 本文中没有出现 但是呢 我们生活中就会用到 就是臭名昭著的 恶名昭彰的 我们第一个词呢 就是在famous前面叫Iin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下 Infamous 不要读infamous 终于在前面字母A发2的声音 再来面 Infamous Infamous 好记得 再看第二个词 Notorious Notorious 这个词也表示 臭名昭著的 恶名昭彰的 这是借这个机会呢 我们把这几个 这个名气名声啊 这词汇咱们看一看